人没有想过 其实他得到的也就这么多 表面上看起来是得到 实际上是失去 那围里以外更大的世界都不会进来 让的精神体现在建筑与会中 不仅让出骑楼 还让出进去的部分 你让你就得到了 或用另一种说法 你分享了就会得到更多 别人笑我们是傻瓜 但是让的结果我们就得到风 得到鸟来竹巢 得到花香 得到落叶的美 得到四季不同的景观 得到风尚的生命 得到对无常的体认 一般人可能利用这个空间 去进行更大的使用 我们也在使用 只是我们是一种精神性的使用 就像是一个邀请 路人从这里经过 他会逗留 停下 因为我们允许 让出了空间 这也是佛法的精神 给布施 慈悲 而不是占有 有一天 你走到一个地方 在城市喧嚣中 偶然遇见一处绿印 老梅树下一颗平坦的大石头 向你提出了温柔的邀请 你坐下了 感觉心安 就好像我们是生命的旅行者 然后你累了 想要歇一下 你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车辆 那些我们熟悉的景象 人生旅途中 不曾稍息的匆忙和追赶 可是你隐隐知道 人生应该不是只有这样 有更多可能 是我们一直忽略的 那正是内心不安的原因 此时你转过身 透过水 看到里头的另一个空间 看到更美的风景 佛门所说的回向 不只是祝福 终极的回向是游民项物 这件事只要我们愿意 就可以做到 但我们通常不愿意 因为我们有很多恐惧 害怕进入自己没办法掌握的互动里 不论是跟环境的互动 跟人的互动 或跟自己的互动 于是 我们一直执着于我们认定的 很多的苦由此而生 其实只要愿意稍微放下一点点 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探索 松绑一下我们紧抓着不放的东西 你一回头就会看到 生命中新的可能 坐在石头上 往外看是红尘 往内看是清零 我们过去从小到大 所有的学习 都只在生活的部分 少碰触到精神 生命的部分 这也是找不到答案的原因 因为真正的答案 是在生命 而不是生活 如果我们想要安心 应该要往更内在去追求 慢下来 停下 转身 这棵大石头 就是一个歇息的起点 欢迎每个人走进来 去找自己的答案 当你坐在石头上 转身向后看的时候 会看到一面水墙 水墙上开了一个洞 洞里坐着一尊小佛 当你一回头看到佛像 内心是否涌现喜悦 得到清静的能量 佛像在告诉我们 那就是你自己内在小佛 他无时无刻都在陪伴我们 但我们忘了 一直向外追求 那么下面的起点是什么呢 佛教中 四月八日是玉佛节 佛的诞生日 玉佛就是洗你的心 佛就是心 玉佛是要提醒你 每天都要内省 去跟自己内在内尊佛对话 去看见自己内在的宝藏 这尊小佛 左手是坚引的手印 右手是失误为应 不要因为我直 而让别人不敢靠近 不让别人感到压力 或畏惧自己 就是一种慈悲 佛门里面 水也代表慈悲 当你越来越慈悲 就越来越能靠近心中的佛 对于生命的探索 我们一直在生活的这一端 可是内在其实是有一些不安的 因为你不断在追求各种人事物 追求当中有苦 得到之后失去 又是一个更大的苦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找答案 答案到底在哪里 在佛教里面 佛所透彻的真理 就是他知道 这世间所有的现象 都是向有体无 表象是有的 却没有实体性 因为会变化 意思是 世间一切的存在 虽然你觉知得到 但是不可能长期地拥有它 它是虚的 所谓的虚是指不真实 它没办法单一永恒地存在 而是需要各种因缘合合而成 既然是各种因缘合合而成 只要其中一个条件被抽离 它就变化了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得到自由跟解脱 必须知道这世间一切的存在 一切的现象 都不是真实的 要学习 要学习中观 升起不是真的升起 灭去也不是真的灭去 那我们在这当中能做什么呢 我们就在这当中好好珍惜因缘 好好的去运用它 然后你知道你会继续往前走 它也会继续往前走 一切都会改变 一切皆空 空不是没有 相反的 它是在告诉你 你所拥有的都会变化 所以更应该珍惜你眼前拥有的 一旦它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要记得放下 金刚经理面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你眼前所经历的一切 就像做梦一样 在梦里这么真实 可是醒来什么都没有 如幻 就像街头魔术师 布一盖一只鸟就出来了 但你知道那不是真的 我们一切的存在 也是这样 这个因 加上那个圆 就呈现那个果 都是变化出来的 然后揉泡 像水泡 一下就破了 影子也是 必须要有一个组体 才会呈现影 所以都不是真实永恒的 我们的一生 其实就像一刹那 那么短暂 但是我们身处其中 很难看到它 迅速地升起跟灭去 活了几十年 觉得很长 可是你从整个宇宙观来看 就是这样而已 如露 亦如电 就像早晨的露水 太阳一出来 就消失了 电也是 一闪就没了 这都是在谈生命的短暂无常 生命的实相就是如此 你只要知道这个实相 你是没有恐惧的 因为你知道 本来就是这样 佛门里说 如是 如是 意思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的心 就先被安慰到了 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如是 如是 望着池水 我们提醒自己 让自己保持清澈 清澈的话 可以看得很远 心平静了 什么都可以映现出来 水也代表清凉 它会创造循环 代表一种活 水按佛像 告诉我们 不要弱入任何一边 虚跟实 才是完整的生命 生活是上面那尊佛像 生命是倒影 当我们真正能欣赏 倒影的时候 生命就是圆满的 虚实之间 你就完整了自己 佛说 要真实地面对自己 真实就是自然 不刻意 不遮掩 你怎么面对一个失败 你先接受它 然后改善它 就会变成一根 很有力量的柱子 空间是活的 随着时间变化 它会演绎出新的可能 意思是 允许生命通过 只要认知到它是一个错误 它就不是错误了 我们会怕 因为它是扣分 我们就是在这种恐惧下 没有真正从错误中得到启发 它就会有意义 就像旅行 有时候走错路 反而看到另一片天地 甚至 正是因为有缺陷 才感觉完美 因为我们会 从中得到学习 成长 它会丰富 我们的探索 惊喜会从中诞生 京都知恩院 有七大奇迹 其中一把旺季散 据说是1639年 玉印堂重建时 建筑工人忘了取下 也有传说 是刻意放在屋檐下的吉祥物 保护寺院免于火灾 不论真相如何 这把闪在梁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 无论任何原因 它存在那里 就让它保持下去 那是一个过程 而我们不回避去注视它 这也在说 我们如何看待失败 或许当初确实是失败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原来所认定的失败 没做好的部分 其实都要重新定义了 因为那只是当时的观点 当我们在面对生命中 很多不圆满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先通过 不要去计较 不要停留在暗回里 允许经过 去长出新的生命 当我们要从生活面 进入生命的思索时 需要转换 认识自己的心 坐在梅树下时 虽然看到的是很清静的景 但还是听得到红尘中的喧闹 还是会被过去的烦恼干扰 然而 以佛门的说法 是从烦恼的此岸到清静的彼岸 慢下来 心情得到转换 内在渴望清静生命的愿望 会带着你往前走 你会开始失所 你会开始失所 问自己很多问题 人生到底要往哪里去 世间的红尘 世间的纷扰就像是污泥 但你看莲花池里 洁净的莲花 污泥也是它的养分 我们如何将烦恼变成智慧 就好像怎么用这些污泥 去滋养自己 开出一朵花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离世密菩提 犹如囚兔教 佛门说 每个人都是菩萨 菩萨为了丰富自己 分享自己 必须要有很多经历 你必须先了解世间种种欢喜和苦难 从这些历练中得到智慧 才有办法分享自己 知苦才能离苦 有历练才可以帮助别人 不在世间磨练 不在世间磨练 而想得到觉悟 就像是 想从兔子头上 找到鸡脚 画烦恼为菩提 指的就是这样的修行 你有没有办法 把世间的纠结困扰 都变成觉悟的养分 从烦恼当中开出一朵花 去得到新的强大 照顾脚下是残门餐的画头 佛寺门前经常可见写着这四个字的木牌 意思是要看顾内心 而不是外求 我们的心并不是每一刻都是觉知的 除非意识到一失足 极有失去生命的危险 否则我们对脚下的世界通常并不留心 眼前太多诱惑或追求 脚往前走 心却不在当下 因而一不小心就踢到或踩到 甚至跌倒 照顾脚下 提醒我们留心每一步的提起和放下 把心思放在脚下 现在 而不是活得虚妄 遗憾过去 忧虑未来 照顾脚下 也是照顾你的心 真正要回到生命的开端 就是你要完全地醒过来 这也是学习佛法最重要的一件事 问自己 你醒了吗 我们通常都是身体的苏醒 有时候甚至身体也没有完全苏醒 然而真正的清醒是指身和心 如果每一颗心都被照顾得绵绵蜜蜜蜜 就不会造苦或饿的阴 用心走路 每一步都是安稳的 世间经常把佛当作偶像来崇拜 相信佛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佛说的话就是真理 然而佛从来没有说你们要信我说的话 佛是真理的发现者 不是真理的创造者 佛所发现者 佛所发现的真理 可以三个法印来做印证 第一个法印是诸形无常印 以及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 第二个法印是诸法无我印 法是一切的存在 我是指真实 意思是所有存在都是不真实的 因为它需要各种因缘合和而成 第三个法印是涅槃极境印 当你懂得前塑两件事 知道这世间是无常的 无我的 就会得到涅槃极境 没有烦恼 所以真正的三法印 其实只有一法印 也就是诸法实相 那是世间一切存在的本来面目 简单来说 法印就是用来印证 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现在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是不是符合真理 当你要开始探索你的生命的时候 以法来引导 才不会自己去创造一个可能会带你到更痛苦的地方 感谢观看